美國國務院證實,上週末,在阿富汗首都赫布爾州際酒店發生的襲擊事件中,有四名美國人喪生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星期三以書面的形式宣布了這個消息,但沒有透露美國遇難者的身份 前川普競選團隊官員蓋茨發言人塞里格在多數為外國人下塔的赫布爾州際酒店遭受的炸彈襲擊和圍攻中喪生 蓋茨在美國特別檢察官調查俄羅斯是否干預美國大選時被起訴 塞里格在佛羅里達州擁有的公關公司發表聲明,說他在赫布爾為公司辦理業務時,同至少其他21人死於這場為時14小時的襲擊事件 襲擊星期六開始,並持續到星期日,身穿著軍服和自殺炸彈背心的槍手攻入酒店廚房 然後進入會議廳和酒店其他流程,一路向酒店住客開槍射擊 阿富汗內政部一份聲明說,與阿富汗特利班傑民的恐怖組織哈卡尼網絡策劃了今次的暴力襲擊 無elen 美節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